字幕提供 你好,冒險者,歡迎來到亞服挑戰祕境,我是豆奶 22賽季預計禮拜五,也就是11月20日開始 所以這一期的挑戰祕境,先不要急著打 等到賽季開始,建立完第一隻賽季角色後 再來通關本週的挑戰 只有這樣,你的賽季角色才能領到通關的獎勵寶箱 本週亞服178期挑戰祕境,操控的角色是野蠻忍 這次的通關時間限制是5分47秒 你必須在時間限制內殺死祕境Boss,才算是通關 目前天梯最短通關時間是2分53秒 通關難度我認為只有一顆星 只不過,過程中有幾個小技巧 後續影片請注意我所提示的內容 掌握之後,可以縮短你的通關時間 先看裝備,再看技能 這次配備的是荒野之怒5件,搭配船長2件 利用荒野套6件效果,造成大量傷害 戴上黃道戒指以及沒有作用的團結 護身服飾流逝時光 萃取核心裝備、暗捕之奧以及滑戒 技能打法主要依賴旋風斬和施裂、殺怪推進度 狂暴衝鋒與衝刺,用來加速跑圖的效率 開打挑戰秘境前,第一個小技巧 先到右手邊的群怪 利用狂暴衝鋒,先把怒氣補滿,再開始挑戰 你可以看到,目前的怒氣是滿的 這樣才能在一開始,就有怒氣可以消耗 要謹記一點 這套裝備只能依賴衝鋒回能 所以當你沒有怒氣的時候 就去撞2隻以上的群怪,補怒氣 第一層的冷卻祭壇,非常重要 觸發祭壇後就要多利用狂暴衝鋒,儘快跑到第二層 第二層有2個祭壇 雷電祭壇加上剛剛觸發的冷卻祭壇效果 可以一邊快速衝鋒,一邊殺怪推進度 對方就要多利用狂暴衝鋒 觸發第二個護盾祭壇之後,你需要留意怒氣的量 看到一群怪,先衝鋒,補怒氣,再轉 如果沒有怒氣,你會很痛苦 最好在這一層就能夠將進度推到100%出Boss 有護盾跟怒氣,就能夠很快的收拾掉Boss 都沒有的話,打起來會比較辛苦 我這次沒有打Boss,留著賽季開始之後再打 當你在時間限制內完成挑戰祕境 你就可以利用賽季角色,進入冒險模式後 點選左下角的郵件符號,領取通關獎勵的寶箱 裡面有開荒階段需要的材料 以上是這一期挑戰祕境的快速通關技巧 我是豆奶,我們賽季見,拜拜 五鵟 五鵟